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起码不要像共享汽车一样 老板带着押金和小姨子跑路了 带小姨子跑路的老板不少 有聪明者还留了一手 2017下半年 手机圈围绕全面屏一词打得不可开交 小米MIX2 三星Galaxy S8 苹果iPhone X等智能手机 更将这场战争推向高潮 万万没想到的是 乐视至新早在今年3月13日 就已提交了全面屏的商标注册申请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显示 乐视全面屏商标申请的进程一览 截至目前仍为等待实质审查 无独有偶 华为近日也向欧盟知识产权局 提交了Entire View Display的商标申请 全面屏商标花落谁家还暂无定数 但全国各地的金拱门餐厅 估计是彻底没戏了 手机界全面屏百家争名 独孤求败的Adobe公司 则推出了全面升级的Adobe CC 2018 此次更新添加了许多实用功能 比如PS的平滑笔刷 全景图工作流程 AE和PR的VR制作等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当初Project Cloak功能 官方发布的工程师演示视频中 建筑前方略显多余的电线杆 在经过处理后被完美抹除 而原本电线杆的位置 也被自动填充覆盖 该技术还可以应用到很多场景中 比如完美制造不在场证明 如此666的技能 剪辑师老铁们 一定乐开了花 要说科技圈心情最好的是哪家 猥琐发育偶尔浪浪的 王者荣耀制作方 想必独占凹头 官方统计称 王者荣耀日活用户已超5000万 在App Store中国应用商店 已赚取3.75亿美元的收入 国内争得盆满饱满的 王者荣耀并非直播于此 近日腾讯宣布 王者荣耀将以Arena Valor的名称 在美国开启预约 同步登陆iOS和安卓平台 但只怕现在有小学生 和女大学生称霸的青铜战场 将会因为一股神秘势力的加入 而更加扑朔迷离